2022賽地 中超12輪的補賽 由上海鮮花主場迎戰 山東台山的比賽 然後封線上 哎呦 先看這個球 無錫 無錫有機會 有變線 剛才這球是孫哲浩 對 孫哲浩的一次 鏟球失誤 能不能給過去 沒有給這個球 稍微有點多了 但是外圍還有一小遠射 太正了 溫家寶 看右邊 選擇之間遠射 孫哲浩有直射 1比0 第一次射門 孫哲浩收穫了他 這次賽季的首球 但是這個球呢 應該說有比較大的運氣成分 對 這是有運氣成分 泰山全場比賽的第一次射門 就收穫了進球 這球 浩也知道啊 喜笑言開 確實這個比賽呢 坦率地說 就前面這段時間 泰山隊踢得真不好 是 先看這個球 吹罰了進攻隊員的犯規 可能出血了 是不是 好球 對 我來了 需要的這種球 確實 左腳直接選擇了打門 對 需要的就是這種 一腳球的這種滲透 是 廖立生 第一關鍵的一下 張璐 突下去了 哎 打地了 劉洋出這個點球啊 對 這球是點球啊 又怕的點球 劉洋連續兩輪送點 劉洋這個球是完全沒有必要啊 去拉著一下 來 看吳希 看吳希助跑 吳希面對王大蕾 吳希推射中地 吳希收獲了他這次賽季的 第一個連賽進球 場上比分 1比1平 神華追平了 這個球 王大蕾沒有任何辦法 吳希打得上癢 打得真好啊 劉洋煩 劉洋煩 分得不錯 看能不能傳過來 好球 機會 2比1 神華逆轉了 端端兩分之二 獲獲了兩個進球 劉洋超連續兩輪進球 閃神華經典的三線反擊 嗯 非常漂亮的反擊啊 可以看這就是 神華非常需要看到的 劉洋煩跟劉洋超 包括朱寶傑之間這種連線 要再打一個 確實就徹底沒機會了 對 所以他 神華利用這個 這種優勢 在傳中 後點 靜洋洋的投球解圍 莫薇塞斯 外腳背 出了底線 進進到的傳中 中路 郭天宇出球 又沒有頂證的 郭天宇自己著急 這個球是他的特點 上來一點頂倒兩 是 進來 裴桑 追查了 泰山這邊的犯規 哎 場上還有球員的衝突 這時候沒必要啊 胡錫 今天的比賽踢得也是真好啊 攻守兼備 好 這時候張磊 吹響了全場比賽結束的哨音 恭喜上岸神花 逆轉 戰勝了山東派3